姬如画抿着唇不说话了 过了半晌 才笑盈盈地凑近许念念耳边说 我知道 那天靳玉会说我做的菜没你做的好吃 是因为有你在给你面子 我很好奇 许小姐到底有怎样的本事 能超过我 厨艺方面 姬如画有绝对的自信 不过 她其实并不喜欢拿这方面来比较 会在意 是因为那天靳玉说的话 没有人会不介意心爱的男人 说自己不如别人 好奇 那姬小姐 就慢慢好奇去吧 别挡道 许念念直接伸手拨开 挡在旁边的姬如画 故意用刚摸过肥肉的手 擦在她衣服上 真是 好大的脸哪 姬如画脸色骤变 刚想说什么 一旁的杜大嫂开枪了 你们两个小丫头 在说什么瞧瞧话呢 都不说大声点 让嫂子也听听 杜大嫂把洗干净的青菜 放在菜篮子里 见两个人咬耳朵 还以为姬如画 因为早上的事情 在给许念念道歉 先说 小姑娘脸皮薄 她才故意打岔一下 姬如画笑了笑 没啥 我看念念忙 想跟她一起切菜来着 许念念叹了口气 对姬如画 她是真的一点都不想 再做表面功夫了 请你出去 不要逼我发火 杜大嫂之前还笑盈盈 听了这话 对许念年的做法迫不赞同 刚要说什么 就听许念念道 嫂子 帮我切点姜片可以吗 杜大嫂只能将嘴里的话 咽回肚子里 许念念越生气 济如画越高兴 这么快就沉不住气了吗 她勾唇浅笑 看来这里不需要我帮忙了 说完 她转身离开了厨房 许念念愣是从她的话中 听出了委屈 哼 妈蛋 一个小三还委屈上了 许念念手起刀落 一刀砍在砍板上 杜大嫂见 济如画走了 这才慢慢开导许念念念念呢 你是不是 还是因为早上的事情 生小记的气呢 嫂子 你多虑了 我没有因为那件事情生气 那件事 只是让许念念 撕掉了虚伪的假面而已 之前 她还能跟济如画 笑面虎视地说着客套话 现在 她觉得对济如画这种人 说客套话不管用 一个自以为是的女人而已 那你跟小记 杜大嫂明显不相信许念念的话 倒不是她更喜欢济如画 而是许念念对济如画的排斥 太明显了 嫂子 我不想跟你说那些虚话 我也直接说了 济如画惦记的人 是济玉 我讨厌她 没有想跟她交朋友的打算 啥 你说小记 喜欢的是济玉 杜大嫂第一反应 就是不可能 刚要反驳 突然 想起了昨天济如画的反常 济玉刚进屋里 她就站起来 喊济玉的名字 现在仔细一想 济玉明明和许念念 一起去她家 济如画却只看得见济玉 也只跟济玉打招呼 而且小记对她 明显爱搭不理 杜大嫂越发觉得 许念念没撒谎 许念念点了点头 嗯 随嫂子 对不住了 刚刚没给您面子 其实许念念 已经很给杜大嫂面子了 只是没有顺着 杜大嫂的意 跟济如画握手言和而已 杜大嫂哪里还敢有什么意见呢 要是济如画真的喜欢济玉 她这不是把情敌 往人家家里领吗 哪里还有脸在说许念念 杜大嫂一脸愧疚 念念呢 你放心 嫂子不会让那些小人得逞的 济玉这小子啊 嫂子帮你看住了 以后啊 你不在基地 嫂子就是你的眼睛 杜大嫂想着 自己对济如画还有好感 一时间愧疚不已 那谢谢嫂子了 许念念看出 杜大嫂心里愧疚 笑着沉了她的情 不过 她根本不需要谁 帮忙看着济玉 有心要偷心的男人 用铁链 都没有办法拴住 况且她对济玉有信心 离开厨房的济如画 并不知道许念念 这么直白地 把她对静玉的感情 说给杜大嫂听 因为在旁人面前 许念念都在和她 蓄意尾仪的交锋 完全不知道 她刚刚下好了一盘棋 就这样 被许念念三言两语地解决了 还在期待杜大嫂 能帮她和静玉 多制造相处的机会呢